真低调 赵瑞斯中求性价比 用来含近或影热意 赵瑞斯的美貌与时尚感并存 不仅在公开场合光彩照人 就连私下里的穿搭也让人眼前一亮 他选择的衣物虽不奢华 但却透露出一种低调的优雅 让人觉得即使是最简单的衣衫 也能穿出别样的韵味 最近他在韩国的一家服装店 被粉丝惊喜的捕捉到 依然保持着他的购物风格追求性价比 赵瑞斯这次的购物成果颇丰 足足装满了四个代号购物袋 每个袋子都仿佛诉说着 他的审美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 这并非他首次展现这种豪购 上一次被网友目睹时 他竟然一次性购买了五个行李箱的衣物 那份热爱语投入让人印象深刻 以至于他自己都半开玩笑的自嘲是在进货 连现场的主持人也不禁感叹 带着五大箱衣物回家 这份坚持和热爱的确不易 赵瑞斯似乎对韩国的某些品牌情有独钟 但考虑带路程遥远 他显然不愿意频繁登播 因此每次出行都会满载而归 如同大批量采购一般 网友们看到赵瑞斯这样大手笔的购物方式 纷纷表示如果条件允许 他们也会下访 毕竟 每个人的穿衣品位和舒适度都是至关重要的 无论在哪里挑选 关键是要穿出自我风格 享受购物的乐趣 总的来说 赵瑞斯的衣品和他的购物哲学告诉我们 无论是明星还是普通人 追求美和舒适的同时 也要懂得享受生活 毕竟穿得开心 才是真正的时尚态度 赵瑞斯又去韩进货了 上次五箱衣服 这次四包 网友评 有条件也去 赵瑞斯长相甜美 穿衣打扮也很漂亮 有时他的私服看起来比参加活动时穿的还漂亮 据悉赵瑞斯平时穿的衣服 虽然看起来很漂亮 但是价格却都很清明 这次赵瑞斯在韩的服装店被网友耳遇 这次的赵瑞斯也是按照以往的习惯开始买衣服 这次赵瑞斯也买的不少 足足四个大袋子 放在车子后备箱里 当然这也不是赵瑞斯第一次这样买衣服了 上次赵瑞斯也是被网友耳遇 但上次买的衣服比这次多 足足买买了五个行李箱的衣服 也难怪连赵瑞斯自己都调侃自己是去进货了 连主持人都说五大箱子拖回来也真是不容易 据悉赵瑞斯平时穿衣总是爱去含在衣服 不过赵瑞斯平时私服确实挺好看的 只不过要是每次都去那里买实在有点远 所以也难怪赵瑞斯每次去都会大包大包的像进货一样 网友看到赵瑞斯这样的买衣服方式 纷纷表示要是有条件 也会这样去买 当然穿衣自由 买衣服也自由 所以有不管在哪里买衣服 穿得开心才是最重要的 MING PAO TORONTO